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得到了胜利就歌颂 这是很自然的 不过大卫不像一般的君王 世上的君王都歌功颂得 树碑栗传 他所歌颂的是上帝 在他的赞美当中 他更充满了 对上帝所赐给他的 种种的福分 有感恩 我们可以为自己 一切所需要的 祈求 上帝也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应允 以他的大能来实现 可是 我们有没有 知恩 感恩和报恩呢 我们做基督徒的 难道 也只是做 临时抱佛脚 无事不入三宝殿 这样的人吗 不 两千年前 当耶稣 医治了十个长大麻疯呢 结果回来就一个 撒玛利亚人 来感恩 耶稣当时就 非常的感叹 他就说 那九个在哪里呢 这是记载 路加福音 十七章 第十一到十九节 我们知道末世 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日子 一个时代 其中有个伪项就是 忘恩负义 对上帝 甚至对我们的父母 或者是对帮助我们 忘恩负义 我们要切记这一点 而且检查 我们自己祷告 是不是就是 一味的求求求 而且 只是为自己求呢 大卫留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榜样 既祈求也感恩 既祷告也赞美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有一次上帝 叫两个天使来说 你们个人拿个口袋 到世界上去 一个呢 专门收集 求 祈求 另外一个呢 收集 感恩 赞美 好了 两个天使就 奉命而去了 很快的 有个天使回来了 上帝说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 因为这个天使 专门收集怎么样 感恩的 赞美的 没有太多的人感恩 所以这个 他一个口袋很轻 所以他说 我很快就回来了 而等了等 很久以后 另外一个天使 专门是求求求 才会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故事 或者寓意 告诉我们 我们信仰的中心 我们祈祷的中心 是什么呢 是为自己 还是为更多的人 为上帝的国度 我们导歌内容 只是求求求 还是有更多一点的 感恩和赞美 大卫给我们留下榜样 这里说 耶和华 王必因你的能力 欢喜 因你的救恩 他的快乐 何其大 大卫 喜乐的全员 是上帝的救恩 和他的能力 事实上 也就这样 这个喜乐 才会持久 可惜很多人 只是为自己 一点点的成绩 就沾沾自喜 更不要说 归荣耀给上帝 诗篇二十一篇又说 他心里所愿的 你已经赐给他 他嘴唇所求的 你未尝不应允 你以美妇迎接他 把金金的冠冕 戴在他的头上 他向你求长寿 你便赐给他 就是日子长久 直到永远 他因你的救恩 大有荣耀 你又将尊荣威严 加在他的身上 使他有洪福直到永远 又使他在你面前 欢喜快乐 王倚靠耶和华 因至高者的慈爱 必不动摇 必不动摇 那么看圣经的记载 大卫的一生 充满了战斗 忧患 和各种的患难 他们来自 异邦的敌人 来自君王扫罗 来自背叛的家庭 和自己的罪过等等痛苦 都围绕着他的生涯 很少有像 这里所表示的那种 平顺安详的光景 常忍的弱点 非但 表现在困难 有了困难 才找上帝 一旦平安无事了 就忘记上帝 更加是稍微有一点功名利路 就至高气昂 忘乎所以 大卫知道 万福根源 乃是上帝 能力尊荣 更加是出于他 上帝 为他提供了 福 路 寿 这是真的福路寿 唯有上帝是 不能动摇的 所以 依靠他的 是最稳妥的 圣经劝人 不要依靠 这无定的钱财 权力 其实也是暂时的 因为人的生命是短处的 不论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都会过去 不足一平 树导或生善的现象 常常出现 在永恒 全能慈爱的上帝以外 人找不到真正的靠山 上帝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施行审判的上帝 大卫认识到 你的手 要收出 你一切的仇敌 你的右手 要收出 那些恨你的人 而人的事的时候 耀武扬威 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 一旦败落了 就四处的长矣 或者想披着外衣 蒙混过关 但 往哪里去逃避 都逃避不了 无所不在的上帝 大卫又说 你发动的时候 要使他们 如在炎热的火炉中 耶和华 要在他的正炉中 吞灭他们 那个火 要把他们烧尽 你从世上 灭绝他们的子孙 从人间 灭绝他们的后裔 这些人的问题 不是因为无知 对不对 而是有意的加害于你 人与上帝为敌 就像 以卵皆使 躺臂挡车 非常可笑 大卫又说 他们想出计谋 却不能做成 一般的事 尚且是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更加何况是 恶人做的恶事 以及向上帝胆大 往为放肆作念 流氓火湖 是恶人 最后的去除 正在旧约圣经 最后一章说 万君之夜话说 那日临近 势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 和行恶的 都必如碎劫 在那日 必被烧尽 根本 支条 一无存留 根本是撒旦魔鬼 其他就是 他的徒子徒生 耶和华 愿你因自己的能力 显为至高 这样的 我们就唱诗 歌颂你的大能 很明显的 公义 慈爱的上帝的 全能和救恩 一直是 大卫所瞩目的 所尊崇 所歌颂的 这也成了 信靠他的人的 一个终极的保障 和真正喜乐的 一个泉源 主啊 就是做君王的大卫 都要 依靠赞美你 何况呢 我们呢 求主使我们学会 颂养你 以赞美你 得胜一切 阿们 愿主 借着诗篇 光照我们 借着大卫的榜样 激励我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